我家也有大明星 今天這位大明星呢 相當的可愛 他從小呢 就是笑話 很漂亮 漂亮 可愛 算是你的菜嗎 也算是你的菜 今天也算是我們兩個人的廝殺啦 到底我會搖搖領先 還是他能夠拔的頭前 我跟你講 我已經學會了啦 那一天錄完影的時候呢 公正告訴我以後你要讓小鬼心講 是 這樣 先講完之後再換我講感言 你就是順著我的方向就是 對啊 到時候你又來陰的 你要爬山 我陪你爬山 你要吃辣 我陪你吃辣 這句話我聽都想跟你交往 可是每個人都不一樣啊 每個人感覺不太一樣 不管你要先講 OK啊 央央領先兩票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 不為人知的鍾欣儀 所以現在一起來歡迎今天的主角是 鍾欣儀 歡迎 歡迎 哈囉 小豬小鬼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鍾欣儀 你好 你好 我們過來一點 大家一直以來啊 就是 在還不太知道鍾欣儀 叫鍾欣儀之前 都叫她威寶妹 對 因為她拍了很多廣告嘛 然後威寶這個廣告呢 一系列都非常的火紅 還有那個鞋子廣告也有 鞋子的 對 一直跳 一直跳 欸你知道耶 在追蹤你啊 真的 我不是 你這樣講出來 你一直在追蹤 但是我們今天是情侶裝耶 是不是 剛剛看到你穿什麼 你剛剛進去 馬上就紫色對不對 全紫耶 真的好紫喔 很做作耶我天啊 鞋子是黑的 我內褲 這個是黑的 對 你內褲是黑的 灰的 好 這是你的 我阿公 阿公 阿公 對 爺爺 然後這是我哥哥 你看我們小時候 好可愛 我跟我哥哥那個 因為弟弟小毛五歲嘛 然後我跟我哥哥只差一歲 小時候爸爸媽媽 帶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很喜歡叫我們拍照 可是我們真的很不喜歡拍 所以每次都奧嘟嘟 然後就做這種表情 你看這哪一招 你看這哪一招 欸你哥哥算帥的耶 欸我哥還蠻帥的 現在比較瘦 以前就是胖胖的啊 你哥哥你差像他幾歲 一歲 而且同一個星座 我跟我哥哥很好 你爸爸媽媽 安排很好齁 對啊 很好 剛好不間斷 non-stop 那弟弟呢 弟弟是本來沒有弟弟 後來爸爸說 欸再生一個弟弟玩玩好了 那只是藉口而已 是玩玩 五年後才出生一個弟弟 媽 我們來玩玩 我們來玩玩 再生一個弟弟吧 是不是應該這樣才對 對 然後五年後就有一個弟弟 然後看到我了 就其中就是我初戀男朋友啊 他叫做花倫 因為他頭髮那時候很喜歡 他叫做花倫 他們就說 花倫現在要追求我 而且他們說 不要答應他喔 可是我根本不認識這個男孩子 誰跟你講這樣 你不要答應他 我班上的同學 對 都不要答應他 除了他很壞 很花啊 可是所有人都認識他喔 我到了國三才之後 他是誰耶 我非常的頓丁 然後呢 就怎麼轟動 然後他就寫情書給我 然後我們就開始寫情書 這樣開始交往了 對交往之後 因為他就是 那這樣怎麼會轟動呢 因為他很壞 就常常會打架 帥喔 那你喜歡這類型的嗎 我覺得就是 完了我今天輸了 就是 小時候一定 怎麼了 我輸了啦 不用比了啦 就是小時候啊 就覺得他 嗯 怎麼被打了 怎麼了 好 我們可以當朋友喔 然後要給情書給他 可是你知道那時候我們傳情書 都不能直接給 要照第三人幫你給 對或者是要偷偷給 因為 訓導主任跟 音樂主任定門 關閻 那我們音樂班是自己移動 所以 普通班在這裡 所以這邊要去這裡 或是他們來 都很明顯 那他不夠壞 對啊 我以前那個才叫壞 他也會直接走過來 我叫老師拿給你 蛤 老師你要下一場去哪一班啊 呃 四班 幫我拿給他 老師會拿嗎 拿給他 蛤 你好壞喔 是不是 你真的很壞耶 是不是 是 老師 好還好還 哪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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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覺得 那他之後跟妳在一起 有去跟別人打架嗎 我跟他講不要打架 都會 都會 然後男生最喜歡聽到女生說這句話 以前說 妳不要衝動嘛 然後妳要來陪我找對不對 阿翔走了 然後出去了 然後妳說不要去打架 對 沒關係啊 妳不要受傷喔 哈哈哈哈 在兵工 在一起多久才出吻的 哇 兩三個月喔 喔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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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嗎 對 那你都 那他還不夠壞嘛 那他還不夠壞 不夠壞 那小豬 那你的出吻是 認識幾天 一個小時 真的啊 他第一天 他第一天就 追到手以後 就一起回家 那他還沒在一起 那他還沒在一起 他還沒在一起就先親 真的 然後親完才在一起 蛤 因為親完之後 妳這樣會不會覺得我很隨便 我說不會啊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覺得那時候想要嫁給他了 應該這一生的老公就是他了 我二十歲的時候想嫁給他 但是如果妳今天遇到那個初戀 妳會對他說什麼話 我會跟他說嗨 最近好不好啊 然後呢 為什麼的 因為呢這位初戀呢 我們透過我們製作單位呢 找到了他 騙人 然後呢 他也有一些話要對妳說 因為時間過了很久 妳們在一起七年 然後差不多也五年沒有見到面 對 妳看 我們都知道五年 差不多五年時間 我算不出來耶 差不多五年時間沒有見到面 那他有一些話想要對妳說 你嚇到我 真的假的 然後但是呢 又有一個好消息也跟你講 他結婚了嗎 對 真的喔 他結婚了 是喔 對 那現在呢 我們一起來歡迎當年 跟小鐘欣怡一起交往七年的花輪出場 歡迎 當年公開的花輪 我好緊張喔 真的假的啦 太羞了 太羞了 來啦 唉唷 等一下 我相信他不要這麼快的耶 來啦 我現在要走出 不要 來啦 欸 來啦 欸 欸 來 沒有 你們兩個 三鬼 已經兩年了 被人家被捡了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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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用這個來啦 你用這個新的 現在抓腳 我還 我用這個把這個拿起來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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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真的找到 你們真的很厲害耶 真的 真的 因為這中間後來我換了手機 他換了手機 他真的來了 還결很 large 你耍他 我每次玩這一招 你都沒有一次真的來的 所以你們一直在演這個戲嗎 你玩過好幾次啊 你們好mm 我自己還被騙過一次 但就有回補 copper 就補鞋拿騙我一次 我自己也嚇到了 怎麼騙這麼真 真的很真 第一次用的時候 真的很真 大家都嚇一跳 但是我已經用了已經年了 大家都知道 爸爸就是金傷失敗啊 然後就是 就是 他在大陸工作 然後後來欠了幾千萬 然後妳那時候是不是過生活很辛苦 很辛苦 就是國三升高一的時候 其實已經念不下去 已經沒有學費了 可是爸爸覺得說 因為已經念了 都已經念到這部田地了 而且其實他看得出來 我很喜歡音樂 就會一直讓我念下去 所以高一高二高三 都是借錢在念書的 對 所以那時候 我一畢業之後 然後考學校沒有考上 我想說 那我就繼續賺錢好了 然後一個音源機會 我就進來這一行 我想說 進這一行 應該有機會 對 那跟音樂有相關 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一進這一行 一開始就是拍麻辣線 就是演戲的 然後我也沒有想到是演戲 可是演了戲之後 我發現我很喜歡演戲 結果呢 然後現在都已經解決了嗎 還了幾百萬 還有一半 還有一半 所以因為我聽到 就是他都會省吃減用 吃茶葉蛋啊 什麼的 對 女生怎麼可以吃茶葉蛋呢 嗯 你需要人家照顧 嗯 完了我眼眶紅了 來 哥哥照顧你 你直接不要講酒 你看 衝觀眾 沒有啦 可能就是 嗯 就是我覺得家人很辛苦 當然 當然 那他繼續加油 當然 因為我家 我是看到你眼眶紅 我才眼眶紅 沒有 因為會想到 以前家裡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會 很努力 也想要讓家人 過得很好的生活 嗯